起聰學校是不少龍人加入龍人社群的起點 而今天要介紹的是廖宏仁 他原本國小在一般的學校就讀 後來轉到了起聰學校才開始學會手語 而那時候由於髮型得到了一個特別的手語名字 帶您一起去看看 我叫黑胎記 以前手語名字是平頭老大平頭老二 還有直接比老二 後來換到現在變黑胎記 一開始是老師幫我取的 因為有一個同學也是平頭 他叫平頭老大我叫平頭老二 後來畢業去工作 我手語名字就變成黑胎記 因為看我外表 臉上有一塊黑胎記 在左臉那邊有一個很明顯的胎記 就這樣叫我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跟我說比在左邊看得會不清楚 所以改到右邊比較順手 比較好比 比較好比